第32題 甲 無法分解出其他新物質的存物質 以導電性加且可打成薄片或拉成細施 下列哪一個存物質兼具上述甲乙兩種特性 我們看到甲 說無法分解出其他物質的新物質 就表示它是一個元素 那我們就知道它不可能是豬選項 豬選項食鹽是一個化合物 它並不是一個元素 那麼再來以選項是導電性加且可打成其他的金屬薄片 所以這表示它通常是金屬 那麼答案是不會是C C是硫是非金屬 它不具有導電性 而石墨是有導電性的 但是呢 石墨沒有辦法打成薄片或拉成細施 所以也不會是A 所以我們最後只剩下B選項銅是個金屬 所以第32題我們答案呢要選的是B銅 銅材兼具以上兩個性質 它可以補法再分解出其他性物質 同時導電性加可以打成薄片或拉成細施 第32題我們答案選的是B 第一題我們答案是B銅材兼具 一題我們答案是B銅材兼具 一題我們答案呢 而是B銅材兼具 感谢观看